大家早安 目前在臺灣南方熱帶陽面上 總共有三個颱風跟一個熱帶性低下 首先在南海這邊大概是第22號颱風 未來大致上會往越南東部近海移動 預計在72小時之後就會潛入所謂熱帶性低下 至於在整個最東邊在關島的東北東方海面的萬一颱風 未來大致上也是會比較偏西的方向移動 之後大概三天之後 也就是72小時之後環境比較不利於它發展 所以預計在72小時之後 萬一颱風也會潛入成熱帶性低下 至於目前離我們臺灣相對來說比較近的話 是第23號颱風捷梗 目前大致上在飛兵東方的海面 未來大致上也是會沿著太平洋高的邊緣 往西北西的方向移動 預計到了12號的話大概會移到旅宋島的西方近海 近海這邊 然後到13號會來到整個南海的中部這邊 目前來看的話 直接影響台灣的機率比較偏低一點 不過從12號到13號清晨 會受到它的外圍雲氣的影響 所以在12號到13號清晨的話 降雨的部分會比較有所增多 另外一個是在關島南方海面的熱帶系統 在肩上8點也形成一個熱帶性低下 那它未來的話也是有機會發展為颱風 那未來的話短期之內大致上還是會 會沿著太平洋高的南沿 比較以偏西北西的方向前進 預計到了週四的話大概會來到旅宋島的東方近海 然後到了週五週六的話慢慢會通過旅宋島 來到這個旅宋島的西方的近海這一邊 那其實短期之內的話 北邊的太平洋高的勢力都是比較偏強的 所以短期之內大概週三、週四之前 這些熱帶系統 太平洋這邊的熱帶系統大致上都是比較偏 其實方向前進 不過到了週四之後 週四、週五之後的話 太平洋高的勢力有機會慢慢 有稍微減弱 所以當這個今天早上8點行程這個熱帶驚喜 到了飛兵東方近海的之間的時候 就要觀察這個太平洋高它減弱的速度而定 如果減弱的比較慢的話 還是維持比較強的話 會比較偏西的方向進入到南海 那如果比較減弱的比較早一點的話 有機會比較悲轉 那後期的話在週四 尤其週五之後的話 要觀察這個太平洋高之後 它冬退的一個速度而定 所以後期的話天氣的不確定性會比較大一點 那首先來看一下今天的天氣 那今天的話 台灣附近還是一個東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降雨的話主要還是在一方面的 桃園以北跟東北部地區還是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至於新竹、苗栗、花東、橫沉半島的話 也會有一些零星下雨的狀況 那中南部大致上是維持多元到新的天氣 那白天的高溫在北部、東北部高溫大概在25度左右 那中南部跟花東的話大概來到28到31度 那至於未來降雨的趨勢來看的話 明天的話東北季風會開始增強 所以明天迎風命的降雨會開始逐漸的增多 那主要的話 明天的話還是主要在桃園以北、東北部跟東部地區 開始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尤其是東北部山區 明天開始會有比較大的雨勢出現 那至於在東南部跟橫沉半島 明天也是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那東南部地區還是維持一個多元到新的天氣 那不過從週二一直到週三 尤其是週二到週三清晨這段時間 除了東北季風之外 會受到這個第23號颱風 帶來的外圍雲氣的影響 所以這12號到13號清晨的話 降雨會有所增多 尤其是在東北部、東部地區 屬於有陣雨的天氣 那至於在桃園、北還有 東南部跟南部跟橫沉半島 也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那其他23區也都會有一些 零星下雨的狀況 尤其是在12號到13號清晨 在東北部、東北部地區 基隆北和大臺北山區 要留意會有大雨發生的一個機率 那從13號白天開始的話 降雨的話會隨著東北季風減弱 那這些地方的降雨 會慢慢的逐漸減少下來 那目前來看在14號這一天的話 水氣上是最少的一天 所以14號這一天的話 各地大多是多元到勤 只有在北部山區 還有東南部跟橫沉半島 和那些比較零星的降雨 不過從週五到週六的話 就是可能要是這個 即將形成 颱風的一個熱帶經濟地下 它靠近台灣的程度而定 不過從週五到週六的話 在水氣上面會有所增多 風向上還是偏著東北風 所以在週五、週六 在北部、東半部、橫沉半島 還有中南部山區 開始也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雨 那後期十五、十六的天氣 不確定性會比較大一點 請多留意最新的天氣預報 那至於溫度方面的話 在明天開始東北氣風會增強 那這一波東北氣風 從明天開始增強之後 會持續到週三的清晨 那這一波東北氣風的強度 沒有上一波那麼強 所以低溫的部分 大概是維持在23度左右 那白天的高溫在北部 東北部大致上在24、25度一個範圍 那中南部還是可以接近到30度的一個高溫 那從週三白天之後 東北氣風就會開始減弱 週三的話 北部的氣氛會慢慢回升到25、26度 那到了週四、週五、週六的話 會再更進一步回升 大概接近到30度的一個高溫 那還是提醒大家 目前未來一周的話 在週二一直到週三清晨 除了東北氣風影響之外 會受到那個 捷梗台風外溫氣的影響 所以在基東北岸、東北部地區、大台北山區 在這段時間 要提防會有局部大雨的發生 那在週二到週三清晨 北台灣天氣會比較涼一點 那另外的話 就是留意期末這個熱帶氣氛大的一個動向 那以上是今天上午天氣的說明 來到我們今天的氣象時間 要告訴大家 今天的天氣大致上面來說 穩定跟昨天的天氣是類似雷同的 從這張雷達回波圖 要帶大家去看到今天水氣比較多的地方 集中呢 是在您看到這個地方是 基隆北海岸、桃園以北 以及宜蘭的地區 這些地方要注意喔 可能會有一些局部的零星短暫降雨 不過呢 來看到哪一些地方 也有一些零零星星的雨勢 包括了在竹苗啊 以及東半部的花東 還有恆春半島這邊 除了有零星的雨勢之外呢 可能也會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降雨 所以氣象署就針對了這個雨勢 比較大的地方來發布了大雨特曝 那麼提醒您今天的這個天氣 因為跟昨天類似 昨天開始東北季風就慢慢減弱了嘛 所以週末這兩天相對來說 會是這一週溫度比較穩定的天氣 所以今天東北季風來說 相對也是比較弱的環境是吹起了東北風 所以呢 在迎風面的地方 這雨還是來的比較多 所以剛剛有提醒到 包括了基隆北海岸啊 基隆市這邊 還有新北市的沿海這邊 都可以看到 今天氣象署是針對這些地方 都發布了大雨特曝 要注意 可能會有局部性的短暫降雨 好 我們來看到 未來的雨是會怎麼樣走呢 今天開始東北季風雖然減弱 但是要提醒您哦 禮拜一開始 東北季風又要增強 不過這一波東北季風增強呢 是水氣來說比較多 溫度上面變化不會太明顯 而水氣方面可以看到 一樣是集中在這個北部 東半部的地方 可跟今天相比呢 這個降雨的範圍會再稍微擴大一些 會到桃園以北 以及宜蘭以北這邊 都會是降雨的熱區 而在東半部可以看到 有一些沿海地帶啊 以及南部的沿海地帶 會有一些零零星星的短暫降雨 其他地方大致都是 多雲稻晴的穩定天氣 好 來看到禮拜二呢 開始啊 這個東北季風就會再稍微 稍微再增強一些 因為受到了這個影響呢 所以雨勢的集中 在下個禮拜二到禮拜三的清晨 會是這一波雨勢最大的時候 東北部有可能會跟剛剛一樣 會發布一些大雨特報 甚至呢這個宜蘭地方 可以看到它的雨勢會是更大 而且較為集中的 好 我們來關心到呢 東北季風什麼時候減弱 是到了禮拜三的白天之後 禮拜三的白天 一路呢 到了週末的時候 可以看到整個台灣來說 水氣會比較集中在東半部地方 可是呢 會相對來說 整體全台的雨勢 都會水氣轉乾一些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扶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 全俏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增加肌膚len 絲統局 極度